欢迎您收看6月1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晶晶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目前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北部及东部地区云量偏多 偶尔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不过中南部地区未在被封测 天气相对来说就稳定许多了 多是多云晴时的天气 周五后在山区又继续出现一点的雷震雨 由于目前的环境风场为北风 因此在北部地区早晚感觉较凉爽 是适合出门散步的天气 马上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激进分子再次突击巴基斯坦的机场 自从上个星期天的第一波攻击以来 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8人 继续来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伊拉克武装分子夺取第二大臣摩苏尔 约有15万人逃离摩苏尔 伊拉克总理要求国会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继续来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的报道 纽约尼推天才平权 要让更多非裔和西裔入学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的报道 大陆发一国两制白皮书 香港民众说正式打压战中真普选 继续看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 由于原物料价格的攀升以及日元贬值 让海外生产的成本上升的加成效果 UNIQLO将在6月底逐步调升商品的价格5% 这是UNIQLO第一次全面的调价 早安新唐人马上带你来关心 美国校园又传枪击事件 美国奥德纲当地时间昨天早上大约8点的时候 雷洛德中学发生枪击案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确认一位学生遭枪击致死 枪击案发生在学校的体育馆一五间内 先前报道传出有三名枪手 最近的消息指出枪手应该只有一名 并且已经确认身亡 至于行凶的动机仍有待调查 美中之间的间谍战又再度的搬上台面 美国资安公司9号揭露第二支的中共解放军骇客部队 报告指出编号61486部队已经进行长达7年的攻击 受害的对象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的政府与航台机构 报告还发现这支部队与上个月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中共解放军骇客有过合作 这份名叫Puter Panda推赶熊猫的报告来自Crystrike资安公司 内文指指中共解放军61486部队对美日欧的政府与航台机构 进行长达7年的攻击 包括BBC与纽约时报等外媒都加以报道 照片上这座被卫星接收器和宿舍型建筑包围的上海大楼 就是报告所指的中共军方骇客驻地 专家还发现这支部队与去年被发现的骇客解放军61398有过合作 上个月美国司法部采大动作以网络间谍罪起诉61398 五名中共解放军引发国际瞩目 而这次被揭露的第二支中共骇客解放军被查出 以夹带PDF的会展邀请函进行email攻击 受害企业可能有数百家乃至数千家 报告负责人强调 目前所查到的解放军骇客行径 只是冰山一角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再领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中国央行发布的网站公告显示 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的举措 将于6月16号起深售 也适用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据称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将覆盖中国 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商业银行 国际评级机构汇域周一发布报告指出 亚太区的银行与中国大陆相关的风险 从2009年以来不断增加 香港银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报告称截至2013年底 亚太地区的银行对中国大陆相关的贷款累计 达到1.2万亿美元 当中香港占7980亿美元 这相当于香港银行体系约34% 因此一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香港银行业将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 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在即 传统媒体如电视和广播预料将赚进大把广告费 但若从企业投入行销资源和努力来看 推特YouTube和脸书等社群媒体才是真正的赢家 爱迪达投入历来最大笔预算赞助今年世界杯 花在数位行销上的前明显比电视广告多 爱迪达全球品牌行销总监兰姆斯登就说 今年无疑是历来最社群化的世界杯 而且可能是史上最大的社群运动 财政部公布台湾5月出口数据 年成长1.4% 较市场预期低 元大宝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直言 相较4月出口让人惊艳 5月出口表现低于市场预期 让人失望 他指出出口表现并未随着国际景气复苏而热络起来 显示台湾竞争力的结构性问题 仍在整体出口表现呈现不稳定的状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 台宿集团昨天召开股东会 总裁王文渊亲自出席坐镇 被问到石化景气与调薪的问题 王文渊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 导致石化业出现了负成长 因此王文渊说 今年台宿次大集团的员工调薪 可能会不如预期 台宿集团召开股东会 总裁王文渊 副总裁王瑞华 这案公司总裁王文祥都亲自到场 对于石化景气 王文渊说 大概少不了就是中国大陆过剩 可能过剩 那么这个会稍微缓和一下 石化业受中国经济趋缓冲击 不过台湾政府鼓励企业加薪 台宿工会提出加薪4%的需求 王文渊说 另外受到越南反中潮的 其余之殃 台宿两天损失超过两亿 日前中共当局又召回厂内 三千多位陆劳 可能影响2015年的建厂进度 大陆的包商 在两个月里面 没办法回去 那当然会影响这个 明年底亡口 如果在两个月内回去工作的话 大概明年底可以亡口 王文渊上火线回应内外挑战 他表示 向越南当局求偿部分 已经请台湾外交部协处 他也将亲自赴越南 沟通作证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金教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 北京侦办巴德合宜住宅 B案 行政院长江仪协处 跟各位在年轻的时候 一样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干劲 并且愿意去冒险 愿意去努力 既不会整天抱怨政府 也不会只把自己的失败 归注于别人的这样的年轻人 行政院长江仪华一早参加工商早餐会 谈创新创业议题 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 和最近举行座谈的青年创业家相比 暗奉学运学生只会怪政府 引发太阳花学运代表陈维婷 在脸书剖文回集 马还懂得拿几个青年创业的例子 做样板 这次江只敢含糊地说 一些学运外的学生 连例子都不敢举 我们从来没有再害怕失败 否则我们就不会在马政府 一再装傻 跳针 镇压的重重挫败下 还一再起身 以热血为鉴 还紧张一话 别将自己的失败归注于我们 太阳花学运另一代表林飞凡 随后也在脸书表示 318以来参与在这个春间的各种行动中 并不只是各个不同系所 不同领域的学生 也包含在各个产业里奋斗的 社会青年 青年创业者 他们支持的理由无他 正是全面检讨马政府错误的 两岸经贸政策 不管是跟哪一个国家签协定 一定会对于某一些产业 或者某一些族群 会产生plus跟minus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政府在这方面 哪里要特别的注意 太阳花学院意外成了工商早餐会的焦点 其他讨论议题 包括资金区财税改革 能源政策等 光是税负相关建议就有七项 都会要求减税 不过财政部表示 财税政策必须多方考量 不会全盘接受 新航人亚特电视成为模仿李金金 台湾台北报道 世界杯足球赛马上就要开赛了 不过把新内部的罢工问题仍旧持续 会不会影响到比赛期间的公共交通问题呢 佳姐早安新航人 我们带你一起来关心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艺术 生活 品味 为陶瓷产业创立新标杆 台湾 英哥 新泰园 艺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韩国岁月号克伦沉船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昨天在光州籍法院首次开庭审理 15名被告船员全部出庭 涉嫌导致岁月号沉船事故的被告 包括当时的船长李准席 以及15名的船员在昨天上午被押往光州法院 检控官宣读公诉书 指控被告涉嫌抛弃乘客 自己逃生违反了国际海难的救助法和船员法 这种行为等于是杀人 其中包括船长李准席在内的4名被告 被控故意杀人罪 世界杯足球赛马上就要登场了 不过举办国巴西和主办单位国际足球总会 仍然面临着许多争议和质疑 第二十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在本周四与巴西揭开序幕 作为比赛主场之一的圣保罗在经历的五天罢工后 地铁工会发言人周二表示 前一晚工会与投票决定暂停罢工 而这不是巴西氏族开赛前遇到的唯一麻烦 国际足球总会正面临贪污受贿的质疑声浪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揭露相关文件 指出中东国家卡达以贿赂方式 取得2022年氏族赛的主办国权 氏族的赞助商纷纷向足球总会施压 国际足球总会以委托美国进行调查 俄罗斯在2018年以及卡达2022年的主办权 还有媒体报道 离开赛只剩一天 还有球场没有完工 甚至还要请持有收赏比赛 1300张票的球迷换票 因为届时球场还没有足够座位 开赛日迫在眉睫 不够种种因素 巴西迎接比赛之路真的很不顺利 新塔的电视张瑞珍编译 对你浏览国际的重要信息 日本政府目前针对集体自卫权议题正积极准备提交文件 首相安倍晋三希望在本月22日召开内阁会议 正式决定行使集体自卫权 但是日本经济新闻及美日新闻的民调皆显示 多数民众不支持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 苏格兰独立公投将于9月18日举行 进入倒数关键100天 正反阵营努力争取选民支持 根据民调 反对苏格兰独立的民众比例 仍略高于支持阵营 但双方都不敢掉以轻心 印度北部遭热浪侵袭 德里地区气温9日标志摄氏47.8度 创下62年来新的记录 当地气象局预测 接下来高温气候将持续数天 直至雨季来临 而印度政府也面临用电量大增的能源管制危机 法国巴黎市区艺术桥 近年来被各国情侣当作见证爱情的地方 栏杆上挂满爱情锁 昨天部分护栏疑似过重突然倒塌 当地警方紧急封锁桥梁 并请专家评估安全性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电影产业的讯息 立法院昨天举办一场3D影视策略前景公听会 邀请朱延平 李烈等导演 与3D动画业者讨论产业发展的前景 出席的导演纷纷感慨台湾电影产业逐渐示威 即使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 在台湾拍摄了少年拍 却不见台湾产业吸取了经验 以此希望政府能够拿出好的电影产业政策 李安导演的电影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影片中老虎栩栩栩如生 全靠3D动画技术 称霸影坛拿下四座奥斯卡奖 不过相关动画技术却没有留在台湾电影产业 立法院举办3D产业发展宫听会 与会的导演朱延平等人 感慨台湾电影人总是单打独斗 看不见政府的政策 李安来拍了Life of Pi 走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觉得 台湾的3D提升了多少 我们要累积嘛 不是拍完就散拍完就散 到现在一点累积都没有 所以我是老经验 我都抓不到的时候到哪里做做 那其他新的要拍的 我觉得更是遥不可及了 我的电影我后期要找人调光 我连一个好的调光师我都找不到 为什么被挖到大陆去了 我连调光师都找不到 我怎么在谈什么3D呢 那个真的不晓得要谈什么东西 不知道从何谈起 对照韩国政府砸下重金辅导3D动画产业 并且每一届业者与国外发行商合作 但台湾3D不仅被视为代工产业 主管机关也不是文化部而是经济部 虽然有产业补助 但是各部门各司其职 完全看不到整体产业政策 我们常常讲动漫产业 可是漫画是文化部 但动画却是经济部 所以动漫产业是跨部会的一个整合 当动画不属于文化部的业务范畴之后 我们就很难运用到文化部的相关的 这些电影行销应援的资源 就是政府可能很多相关的单位 要有一个合作的平台 可能统合这个力量 那对产业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很感慨这件事情是我们政府有很好的能力 可是我们民间并不知道 所以这技术能力并不能够移转到民间 也不能跟民间一起来分享 台湾电影产业面对中国大陆蚕食侵吞 不仅留不住人才 最近益柱也远远不足 如何才能让台湾电影产业在华人市场 占据一席之地 由待文化部拿出亮眼的政策 新唐人的电视 最近的香港电影好像与台湾的时事很贴近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下一节早安新唐人 我们带您一起欣赏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几部香港电影 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渴望自由 我们守护台湾 可是 我们爱真相 我们爱自由 我们爱台湾 我们爱NTD 开启INTD有三招 第一招 打开商店 第二招 搜寻INTD 第三招 下载安装APP 赞啦 开启INTD 你就掌握先机 传播计时讯息 掌握世界脉动 越多开商 这是中国的国策 每两年就会发现 中国的一些压力 锁定新唐人 掌握世界脉动 新唐人与你息息相关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最近的香港电影好像跟台湾的时事很贴近哦 像是这个窃听风云三 他就揭露了地产开发的黑幕 又被称为是港版的太阳花 而另一部电影自已风暴 讲述官商勾结的戏码 则是与台湾近日的 桃园合宜住宅行贿案 有些雷同 一起来看看 十几万个丁权 能建十几万套豪宅 那我们这次做的 就是几百亿的大胜 由吴彦主 刘青云 谷天乐 三位香港徐力派演员 领衔主演 电影窃听风云三内容讲述 财团企图垄断房地产 引发民众不满 电影揭露地产开发黑幕 让香港民众的怨气 以此爆发 日前香港民众 就因不满政府的房地产政策 闯入立法会抗议 又被称为是香港版的太阳花 电影剧主来到台湾做宣传 主办单位还特别送上太阳花 选择房地产作为故事题材 导演认为地价高涨 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就是来台湾也是嘛 听说现在最贵是房子在台湾 是 明白 然后大家很努力工作 赚到的好像是20K嘛 是 哇 如果我们查案 会考虑和政治因素的话 那香港会收拖 同样是由古天乐主演 电影《立风报》 讲述警方商界政界联手贪污 而香港联赈公署 扮演打击犯罪的角色 我们会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主题 因为贪污会导致到所有的公众利益 就算之外也会有贵赂警务人员 加巧与台湾的时事紧密结合 近日爆发的桃园合议住宅型会案 同样都是官商勾结 涌发社会搞不关注 有一些人问我们 你们拍一个怎样敏感的题材 你们觉得拍不拍 我说为什么拍 其实一两个不敏感 谁都知道的 接近民众的故事题材 两部香港电影紧扣港台叙事 虽不是刻意营造话题 但已经引起关注 新他人雅台电视正一号 张远期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暑假又快到了 加福基金会调查发现 有多达八成的中小学童家长认为 长假期间的负荷增加 加福呼吁政府单位重视预防 以及整合支持资源 降低儿童受虐事件的发生率 待在一起时间越长 他们肯定吵架的机会越多 7月暑假即将来临 孩子整天在家 却变成家长大挑战 加福基金会调查发现 有八成的国中小学童家长认为 长假期间需要花更多心力 关注孩子 亲职工作量增加 家福调查寒暑假期间 家长比平常多出3.297小时相处 又将近四成家长认为 自己更常发脾气 吵架次数增加 还有46.3%的爸妈 会用责骂甚至打人的方式管教 家福也发现去年儿保通报案件 高峰期就在7到9月的漫漫长假中 压力是要疏解的 那我们期待在暑假期间 孩子跟家长能够 反倒是善用这个常相处的时间 能够让亲子关系更和谐 家福呼吁家长少用打骂方式 假期可多带孩子走出户外 必要时可求助家福专线 而家长们当然也各自有妙招 给他们上游泳课 然后带他们出去参加一些画画的课程 多一点交流吧 比如说讲一些看书 讲一些故事 或带他们去那个图书馆 就是都跟他那个多讲话多互动 其实关系都还挺好的 暑假财役班或日拖照顾花费 七成家长认为是一笔不小负担 亲子专家建议可多利用政府资源 暑假还是要维持孩子 规律作息早睡早起 遇到亲子冲突 家长一定要先冷静 接着来看到今天6月11号 星期三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将举办30周年庆祝活动 缺者黄国昌将参与反对临时会常态化 研究临时会处理三大争议法案记者会 娱乐消息看到 前西城南海主唱尚恩 今天举办台北记者会 台南林百货将在今天下午 举办再开幕记者会 以下带您关心6月11号 全来各地以及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